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黑土地保护 今年的8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黑土地的法律 俗话说 一两黑土二两油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 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我国东北地区作为北半球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势区 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但是黑土高产丰产的同时 也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用技术和制度来守护宝贵的黑土地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黑龙江省是我国位置最北 纬度最高的省份 水资源丰富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土地肥沃 让这里具备了粮食生产的绝佳条件 2021年 黑龙江的粮食总产量1573.54亿斤 占全国总产量的11.5% 连续十多年粮食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一 全国每九碗饭就有一碗饭来自黑龙江 黑龙江省粮食连年丰收的奥秘 就隐藏在肥沃的黑土地里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调查数据显示 黑龙江省现有耕地面积2.57亿亩 其中黑土耕地面积1.56亿亩 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56.1% 但眼下 黑土地却正在面临着 变瘦 变薄 变硬的危机 58岁的宋锦文是双崖山四方台区的一位种植户 种地将近40年 是村里的老庄家把市 一说起黑土地的现状 他直接把记者带到了自家的平地里 和记者同行的 还有来自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专家李燕生 他现在手头最重要的科研任务 基本都是关于黑土地保护的 隔三差五 他就会到田间地头查看土情 在这块耕地里 李燕生发现了这些土层里发白的部分 他告诉记者 导致黑土层变硬发白的根本原因 是连续多年不合理的耕作导致的 比如在种植收获的过程中 作物生长所带走的土壤有机质的养分 没有还到田里 机械作业悬耕导致土壤变硬后 该伸松土地时没有伸松 我们看这个层次 整个这个耕层下面大约有20厘米 下面就有这种典型的障碍白浆层次 这个白浆层大约有20多厘米左右 这个厚度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白浆层这个白浆土 你看它这个成这种片层结构 然后它这里面的年龄非常少 粉砂这个粉粒占比是非常高的 我们一撮是这样的 它形成不了那种 正常的那个黑土会形成那种团粒的 它是很难的 如果是降水比较大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土壤连续底它连续不起来 它又在地表形成这种烙害了 那么旱天的时候会什么样呢 那么由于这个障碍层次存在呢 它这个水上不来 也就形成了表汗 上不来也下不去 对 是这样的 在北大荒红兴农分公司 有一农场记者看到 被雨水冲刷过的青石沟 清晰可见 这条青石沟旁的黑土 已经缺失了一大块 大家能看到 你看那个咱们对面那块 这块饮水泼那块 整个水过来 把那块那些已经全都撑走了 这个深度也是在四米以上 都是超过四米的 这个宽度最宽的地方 这块得有三十多米 为了更好的形虹排涝 农场在耕地旁修建了排水沟 这条排水沟修好才不到一年时间 沟里已经长满了芦苇和各种杂草 可以看一下 我是一米七四这个 你看看 这芦苇将近基本上两米了 现在整个沟里的落基本都这样 水大的时候 起码说两米以内的水 它就能给你挡住 那么排水沟里面的积水有多深呢 郭凤婷随手捡起了一个小石块 向沟里有积水的地方扔了下去 全是这些槽给挡死了 从那水花看 咱们扔那个可以看出水一点都不流动 来说就这个风速的话 水是应该走的 能看出水流动的 农场负责人郭凤婷告诉记者 每年六到九月都是雨季 一下大雨 黑土地就很容易被雨水冲刷 形成大小不等的侵蚀沟 为了减少侵蚀沟 对黑土地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它们几乎是年年修年年补 但有时候一场强降雨过后 刚刚修整过的石龙护坡就会被冲毁 排水沟里的淤泥也许常年都清理不过来 现在需要多少寝室 不需要之呢 现在我们农场大型的寝室沟 得有个十多条吧 你中型大型加一块的话 得有个六七十条 我们既要是治好当前 还要保护好 不能再出现新的 我们在黑土地保护当中 既要有措施 还要我们有管理的办法 要经过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 把黑土地保护好 等高种植减肥增效 生物防治 保护黑土地 还有哪些技术组合权 我们现在白江土改造呢 就是从深层有深层的办法 这个表土有表土的办法 寻查治理田长制 如何助劳黑土地保护的防护网 我们把14万亩地 划充了24000个广乎地块 设置了区 乡镇 村屯 网购园 四级广乎天长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东北的黑土区 大多是典型的漫川漫岗地貌 坡缓坡长 农业耕作时 通常是按顺坡斜坡 骑笼作业 当地习惯把这样的地块 叫做坡耕地 每到雨季来临时 降水就会汇集到笼沟 水流就顺着地笼 向坡耕地的低处流动 很容易就形成了水土流失 既要方便排落 防止水土流失 还要使黑土层的蓄水能力增强 农业科学家们 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种植技术 等高种植 这个每一条线就是一条冷 就是这个不规则的曲线 对 它之所以不规则 它是为了沿着这个等高线来走 所以它不规则 在雨小的时候 它就把水保留在这个原地 就是起到了蓄水作用 那么在雨大的时候 它就是会向两边排 那么就会排到两边的排水沟里边 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海拔高度一样的等高种植笼 通常高18厘米宽 65至70厘米 而耕地旁边 用于排涝的排水沟也有讲究 这个排水沟通常我们会种一些 我们就是选定的一些 根比较深的比较耐烙的 不让它水直接冲刷土壤 直接冲土的话 还一样产生水土流失 宋春雨所在的科研团队 在当地开展等高种植技术已经两年 目前推广面积已经有35公顷 他们通过专业设备监测到 在采用了等高种植技术的田地里 雨水通过排水沟时 夹杂的泥沙含量有了下降趋势 在非等高种植的条件下 它是500毫升的净流当中 是有5克的泥沙含量 那么采取这个措施之后 它是只有0.5克的泥沙含量 那根源相比降低多少 就是说它已经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减少水土流失 有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那么针对黑土耕地变硬 甚至局部出现白色板结层的顽疾 科研人员又有了什么样的破解之道呢 我们现在白浆土改造 就是从深层有深层的办法 这个表土有表土的办法 那么深层我们就利用我们现有的农业机械 包括这个用这个深层的深翻 那有这种深翻的设备 还有这个白浆土新土混层的设备 把这个白浆层障碍给它破除掉 然后整个这个硬度下降之后呢 我们上面就可以正常的翻耕作业了 通过农业机械深挖深翻30多厘米后 把白浆土层打碎 混合在黑土新土层里可以继续利用 那么深翻上来覆盖在黑土耕层表面的白浆土 又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耕层白浆化问题呢 我们主要是结合这个生物和这个化学方式来做 那么都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这个有机赔肥 还有这个极盖环田 我们正常黑土的易空镜可以产于米呢 大约是13吨左右吧 说个保守的数字 那么这个低产的这种白浆土呢 也就打10吨 那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之后呢 整个这片玉米地一公顷就可以打到12吨左右 达到一个相当于中等这个黑土的地理这种条件吧 宋景文家的部分地块 经过专家的技术指导 经过深耕深翻等技术改造后 土壤白浆化的状况出现了像好的转变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黑土变薄变瘦变硬还跟黑土地理有机质含量减少以为 据中国科学院2021年发布东北黑土地白皮书 减少化肥使用量的同时提高黑土肥力最终实现减肥增效呢 在北大黄农肯集团的不少农场里 正在尝试用通过改变种植模式来提高土壤肥力 玉米大豆沦坐就是一种新探索 玉米大豆沦坐通俗地说 就是种两年玉米后再种一年大豆 玉米大豆沦着种 除了轮坐让耕地有修复的时间 使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牛羊猪等农家粪肥 来减少化肥使用量 也是给黑土减肥增效的一种有效措施 当地人把这个叫做粪肥还田 我们通过粪肥还田之后 让它变得更加松软 像还田之后比还田之前 能够提升0.05和0.1个百分点 就不要小乔这0.05和0.1个百分点 因为我们土壤形成是上亿年 像形成一厘米就要花几百年时间 针对一些地块中 有的地方施肥多 有的地方施肥少 导致黑土肥力不均衡的问题 科研人员根据采集到的土壤温度 湿度等有关数据 在结合农作物往年的展示 对土壤养分进行综合运算后 进行变量施肥 也叫做精准施肥 通过偏限量施肥技术可以减少化肥投入 每亩地3公斤到5公斤 然后提升玉米的一个干粮的产量 60公斤左右 然后同时使黑土中的有机质 从每千克24克提升到每千克27克左右 种玉米大豆的旱田有机质含量提升了 那么种水稻的水田又如何提升黑土层有机质含量呢 这是中国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的试验田 科研人员在结果环田深耕翻地技术基础上 使用一种新的微生物菌肥 不仅每亩地化肥减少30% 水稻亩亩也比普通水稻多100斤 亩亩达到了1300斤以上 而且还增加了黑土有机质 用这种菌肥呢 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在零到十度 这个低温下 它能够伏节节感 经过三年的这个试炼 我们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大约是0.5厘米 除了无需耕作烂尸化肥 农药污染也是危害黑土地的一个元凶 为了尽可能降低或减少农药污染 科研人员们又会想出什么样的新办法呢 吉林农业大学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给记者展示了这种叫赤眼蜂的昆虫 这个赤眼蜂是很小的 正常的话是0.5厘米 然后我们这边有那个镜下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眼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眼睛赤红色的 这是我们通过洗眼微镜放到500倍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形态 原来科研人员是要用 乙虫剂虫的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 这一桶就是150万头方 我们就是防治100亩地 然后一个架次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架次 飞一次能防治100亩地 为了尽量减少或者不用农药 有的种植大户也行动了起来 在武昌市的这个农场里 采用了鸭道共生的有机种植技术 简单地说 就是在水稻田里放一些鸭子 让鸭子吃虫子防病虫害 鸭粪还田又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 鸭牌的粪便呢 因为它含着就是有机蛋林酱 被咱们植物啊 水稻的植物充分吸收 同时呢 大部分被土壤吸收 对咱们土壤的这个黑土地的 这个保护和黑土地的改良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机种植区啊 进行一个土壤有机种植的调查 那么昨天数据触碰 最低的34点多 最高的70多 那个这个提高的幅度比较大 提高30%到40% 照我们以前前几年 保护黑土地是一项系统工程 除了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 新模式来改善黑土地 一个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 也尤为重要 双鸭山市是黑龙江省 第一个推行田长制的地方 创造了田长守护黑土的实践样本 那什么叫田长制 简单来说吧 就是我们把14万亩地 划成了24000个广乎地块 设置了区 乡镇 村屯 网高原 四级广乎田长 通过日常巡查 定期巡查 这样的举措做到了 林长 河长 田长 三长 多合一 一岗多则 李恩青是双鸭山四方台区 太保镇山河村的村级田长 巡查 农作物掌市 田间规范作业 黑土 稻材等 都是他的日常工作 尤其现在是雨季 一到下雨天 他更是丝毫不敢大意 这一天 李恩青在地理巡查时 就发现了一个新的侵蚀构 8月22号晚间一想急雨 造成那个水土流失 冲成那个挺大一个深坑 这个宽多少 深多少 宽三米 三米宽吧 深也就是一米半深 我要把这个 这次巡田那个情况 我要拍照 反映到我们上级田长 李恩青新发现的这个侵蚀沟 立刻引起了乡镇区县 两级田长的注意 第一时间就通过视频连线 商讨治理方案 这我们到前面也看过 他如果继续冲刷的话 就容易冲到路基了 对 现在我看出 关键说的是他这路基的问题 你说再泡两次的话 这路基要冲下来的话 你就损失就大了 对啊 像这样的工具 你还真的考虑先给填上了 而且这种工具 就是在他最小的时候 就在进行治理 对 你越早他常会越早 除了采取紧急措施 治理刚刚出现的侵蚀沟 如何能够长效地解决辖区内 黑土地水土流失的大难题 也是各级田长心中的大事 考虑到耕地旁边一些荒坡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四方台区太保镇 就在荒坡上种草 植树 降低雨水对黑土的冲刷 可以往下看一眼 这是我们从恢复完之后 一个是真的树长了 往下面的草层也能站住了 双崖山有煤城之城 过去煤炭资源丰富 经过很多年的开采 产生一定面积的采矿废气区 为了做好黑土地保护的家法 四方台区太保镇 尝试在一些采矿废气区 进行耕地复肯和修复 这是一处煤矿采矿废气后 流下的陈县地 面积大约290多亩 今年4月份前 这里还是陈县深度80多厘米 里面长满杂草的采矿废气地 现在已经恢复成种大豆的耕地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养种三年 养种三年以后 把这个土地修复到最优质的状态 交还给农户手中 守着黑土不愁粮 黑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珍贵资源 科学研究表明 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几百年 东北黑土层整体形成经历了上万年 尽管大规模开发利用只有200年 但其近年来 却以年均几毫米到一厘米左右的速度减少 可以说 加强黑土地保护已经建在弦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黑土地的保护修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有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 有了长牙齿的制度来保驾护航 我们相信宝贵的黑土地一定能够得到永续合理利用 成为粮食安全的压仓石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